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的籃球快訊 本週四,10月12日早上9點 WNBA總決賽Game2賽事將會進行 王牌繼續在主場迎戰自由人 王牌常規賽以第一名的身份進級季後賽 到了季後賽,王牌的狀態極佳 前六場的季後賽賽事全部獲勝 包括在Game1興取自由人 來到Game2再次面對自由人 相信王牌再次取勝守則半隻冠軍儀杯 沒什麼難度可言 自從2017、2018、2019連續三年獲得狀元籤 並且用這三張狀元籤選下柏林、威爾遜及楊格後 王牌搖身一片成爭奪冠軍的熱門球隊之一 到了2021年羅志格來 王牌早建造一支超強實力的球隊 不過在2021年賽季 他們在季後賽準決賽以2比3不敵水星後 現今的領隊漢文代替了林比亞成為球隊新任的領隊 自此王牌無論在球員或在領隊方面都基本上得到一定的提升 顯然地他們的目標是開啟一個自己的王朝 王牌在上季遭遇到陽光和奇異等隊伍的挑戰 最終他們在上個賽季 隊史中奪得首座WNBA總冠軍 來到今季 自由人即使得到多名球員的加盟 但依然震動不了王牌的位置 王牌常規賽奪得第一名 進入季後賽後王牌繼續高歌猛進 前兩圈分別橫掃天空和飛翼 來到總決賽的GAME ONE 面對自由人 首戰以99比82輕取對手 第二戰繼續助陣主場 相信王牌再贏對手問題不大 在王牌陣容方面 後衛威廉斯因為停賽受罰 將會缺席今場的賽事 在自由人方面 球隊過去幾年的競爭力都不算強勁 到了今季 他們引入了雲達 史樂 和史超活等全明星球員後 他們有了向總冠軍衝擊的底氣 自由人在常規賽發揮出色 錄得32勝8負排名第二成績 亦因為比上季有明顯的進步 隊內核心球員史超活 更奪得常規賽MVP的殊榮 其個人及帶隊能力都得到一定的認可 來到季後賽 和王牌順風順水不同的是 自由人在準決賽遇到陽光頑強的抵抗 在game1主場就大比分不敵陽光 好在自由人之後調整好狀態連下三成 最終以3比1的總比分擊敗對手進級總決賽 不過仔細留意可以發現 自由人連勝陽光三場的優勢並不明顯 有兩場賽事淨勝分在個位數之內 防守也不是特別穩固 到了總決賽game1面對王牌 自由人果不其然頂不住對手臨來盡致的進攻 防守一塌糊塗最終被對手得到99分之餘 各項的命中率都高居不下 他們完全限制不了威爾遜、格力、柏林 等等全明星球員的發揮 除了史超活在同一個位置 與威爾遜不相上下之外 自由人在其他位置都被王牌所壓制 陣容班底在現時無法彌補 再加上球隊的戰術變陣運用不多 Game2再次作客出戰 自由人看來金仗都空多吉少 在自由人陣容方面 中鋒寒動 因為個人原因會備戰今場的賽事 我是Wally 謝謝大家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Pose M直播是澳門球迷必備的應用程式 原因在天津 對 我們在公司裡 容采雅 要 fian行 未來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